南投县丹大零到七号因为下雨导致部分路段摊坊 几十名游客受困山中 最后是以步行的方式走过了崩塌处在渡西下山 当时受困的游客牵着手走过崩坏处没多久 大量的土石就从山上滑落 整个惊险的画面也曝光 受困游客牵着手战战兢兢横跃摊坊的山坡 人还没走远 土石大片滑落距离不到十公尺 让人看了捏把冷汗 南投县信义向单大零到七号因为大雨又发生坍塌意外 有游客来不及下山受困5.5公里处 最后是徒步走过滩坊处 加上人力渡西的方式才成功脱困 救难人仍紧张提醒 因为滚滚泥流从山上直冲下来 索性几十名登山客最后顺利经过 没有受到影响 只是状况惊险直差几秒就要被土石流冲走 就路寡掉大家要急着下山啊 要5.5公里的地方啊 协力度过最危险的地段 六十几名登山客与死神擦肩而过 最后在救难队一批批的护送下 结束这场大雨受困的惊魂祭 接着曾如晨南投报道